Hello 我是Aros 住在新加坡的一個香港女孩 到2月20日為止 新加坡確診武漢肺炎的病毒是84宗 當中34宗是傳遇了 死亡人數是0 對於新加坡政府呼籲人民 有病才戴口罩 沒有病就不用戴口罩 這個方案的確是有人感到疑惑的 網上也有寫 新加坡這種叫做佛系抗疫 網上也有流傳一段錄音 指新加坡某個局長 搶口罩這個行為非常無奈 也呼籲新加坡人千萬不要 像香港這樣做這麼白癡的行為 我 其實美國哈佛大學 有一份研究報告當中 有讚揚過新加坡對今次抗疫能力非常之強 這個是哈佛大學研究員 對全球191個地區研究得出來的結論 191個地區裡面是不包括這些地區的 但在這份報告當中 也有提及到 新加坡這個抗疫能力 不是100%有效的 其實新加坡的檢測方法 包括依賴患病的症狀 出入境的資料 最終接觸過病者的人士 然後將他們隔離 就算他們沒有病徵 都要隔離 新加坡這種做法 是盡快找出病毒的來源 切斷感染鏈 所以新加坡在疫情教導之前 確診的個案數字特別多 所以某些國家報告 確診數字的準確性 其實大家都心知透明 即是1個2個3個 甚至沒有確診過 那些 有病徵就是確診 沒有病徵抓不到的 就不是確診的了 其實每一個地區 每一個國家的抗疫方法 都不同 打個比喻好像打喪屍遊戲 有些地區 他們去找工具 去保護自己 然後去逃避那些喪屍 還去問上頭 為甚麼沒有工具 派給我們去逃避喪屍 究竟你收了多少工具 那些工具 收在哪裏 為甚麼其他地區 有足夠的工具 甚至可以去其他地方 去拿工具 而你不能做到 有些人的做法非常激進 首先是抓到所有喪屍 包括懷疑他是喪屍的 全部都要隔離 並且跟他們說 我一定會治好你們 當然 不是100%會治好 甚至有些人會告訴你 人類多於喪屍 我們是沒有喪屍的 蛤 新加坡政府也呼籲大家 如果有病的話 立即去看醫生 如果確診了的話 新加坡人民 和持有工作證人士的僱主 每天都會有100元 作為經濟支援 你不可以否認 有些人真的手停口停 很需要這100元 人工只要出 每天還有100元 看醫生的費用也是全面 這些就是新加坡 本地人民的福利 不過最重要的 都是勤洗手 打癡和吸手 記得掩住 千萬不要那麼大方 其實有需要的話 就戴口罩 新加坡政府 沒有說不讓你戴口罩的 對於新加坡這次的抗疫方法 是不是罰替 就看你去怎樣定義 你笑別人 別人笑你 別人笑你 超低能 今集我們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